這次是您的咖啡 其實我也是蠻不敢觸碰他們的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也是看到朋友這樣摸一下覺得 其實他們沒有像那麼冰冷的感覺 但其實也是很仿一般人的皮膚 但他的感覺其實沒有那麼陌生 因為我本身呢 對於浪漫愛的感覺特別的著迷 但是呢如果一般女孩子要在穿梭打扮上 如果要展現一種很浪漫的感覺 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需要長時間的化妝 那還有花很多的時間做造型 那如果娃娃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可以24小時都不用卸妝 那也可以一直都穿新衣服 而且也不用 他也不會累 就是他不管做任何的動作 任何的事情他都不會抱怨 那娃娃的手指呢 還有他的肌膚 他的質感都非常接近真人 那在跟娃娃的互動交流中呢 我們可以體驗到一種 就是虛擬的那種浪漫愛的感覺 這就是我想要的 其實我們在這邊啊 我們都常說我們是 類似像社會工作者一樣 就是關心很多就是 不管是孤單也好 或者是有遇到一些 就是婚姻上的狀況也好 其實我們都給予很多的幫助 或者是關心 對 主要是我們會希望說他來這邊 是可以變得更開心 所以我就買個娃的人 不是喔 是我願意選擇這樣子的選擇 所以他如果可以好好的去愛護了這個西角娃娃 他就可以好好的 如同愛護一個女生一樣 或愛護他的伴侶一樣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跨越的過程 如果你今天可以好好的去習悟 你不會去破壞他 表示你的本性其實是一個 很有愛心的人 很溫暖的人 有時候真人會跟你講假話 但是有時候娃娃她作為一個傾聽的對象 你可以跟她講內心的真話 所以真跟假 其實有時候真人有可能會騙你 對 但是娃娃或許她是假的人 對 但是你反而可以成為你一個傾訴的一個對象 學妹學弟 對 然後我 對 密尿科唯一認證的單位 他們會把Case轉給我 你自己功能正常 你才有能力去愛另外一個人 那當然在這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選擇 先把自己的能力處理好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的 可能你可以跟這個器具 然後再跟一個模擬真人的娃娃 然後如果你願意你向前走一步 走到人際關係的進行 我們可以esque 披 bun 他的介紹 好吧 結果 也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